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生活的社会上 周围的人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人 君子和流氓 国际社会的国家也可以分为这两种 叫做君子国和流氓国 君子就是讲道理 以德服人 让人尊重 不让人害怕 流氓就是不讲道理 动不动就使用暴力 虽然他让人害怕 但不会让人尊重 那么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 大家都会靠近君子 远离流氓 见着流氓就躲着走 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故事 孟母三千 附近有流氓 我们就搬家 离流氓越远越好 但是在国际社会上 一个国家你是不能搬家的 所以一个国家 如果你的邻国是一个君子国 那是你的福气 如果你的邻国是一个流氓国 你想搬家也搬不走 那时候怎么办呢 第一个办法就是大家联合起来 几个国家或者几十个国家 结盟 组成一个国家集团 来共同对抗流氓国 第二种办法就是投靠一个大哥来保护 靠大哥保护伞照着来避免流氓国的侵略和欺负 现在世界上的君子国大哥就是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还有亚洲的日本 台湾 韩国都属于君子国 世界上的流氓国呢 小的如北朝鲜 阿富汗 塔利班 中等的像伊朗 大的就像俄罗斯 那么流氓国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除了不讲道理 动不动就使用暴力 使用武力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都反对美国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警察嘛 他就要阻止这些流氓国作恶 所以美国就让这些流氓国非常的不爽 他们都一致要反对美国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典型的流氓国 那到了邓小平上台后 搞改革开放 就对美国表示说呢 中国要改邪归正 要告别流氓国 要走君子国的道路 为了取信于美国呢 邓小平甚至还发动了对越的边境战争 向美国交上一个投名状 终于取得美国 接纳中国进入君子国的大家庭 从此 中国也成为一个亲美国的国家 一度呢和美国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友好 美国本以为把中国接纳进来这个君子国的大家庭 把中国的经济让它发展起来 让中国富裕起来之后 中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君子国 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真的变成一个君子国 那么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负担也减轻了很多 这也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的是 美国帮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 中国富裕起来之后 不但没有变成君子国 反而是变得更加流氓了 在国际上所谓流氓国的特点呢 就是动不动就要对别的国家动武 就要使用暴力威胁 你像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 就动不动搞什么自杀袭击啊 暴力攻击啊 是典型的流氓政权 北朝鲜也是动不动就要发射导弹 搞核实验军事威胁美国和韩国 也是典型的流氓国家 苏联过去就是动不动就对别的国家动武啊 当年苏联出兵匈牙利 出兵杰洛斯特伐勒克 就让人们是感到记忆犹新 最近呢 俄罗斯又用武力强行夺取了和乌克兰有争治的克里米亚地区 把克里米亚强行并入俄罗斯版图 这就是典型的武力解决国家争端的流氓国家的行为 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 相对还没有那么炫耀武力 习近平上台之后 要鼓吹什么大国崛起啊 强国梦啊 战狼外交啊 就开始不停的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 不停的进行所谓流氓国的行为 北京在南海岛礁修建军事基地 对台湾不停的军机绕台 军事威胁 暴力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更有新疆的再教育营这些事情呢 都表现出来中国是越来越变成流氓国的 而且现在北京也不再掩饰在世界上公然摆出来 我就是流氓国 我是流氓 我怕谁 在孟晚舟事件当中 北京公然抓了两个与孟晚舟毫无关系的普通的加拿大人作为人质 搞人质外交 这是流氓国才搞人质外交嘛 而且呢 北京把自己搞流氓国的人质外交还觉得自己很得意 觉得我是流氓 我很流氓 我是流氓 我怕谁 可是呢 北京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啊 流氓国 他是流氓 其实呢 流氓不是说是他谁都不怕 当然流氓是不怕君子 但是呢 流氓怕比他更大的流氓 比他要怕比他更流氓的流氓 那么现在北京在世界上呢 他既不是最大的流氓 也不是那个最流氓的流氓 所以北京在世界上作为一个流氓国 他的地位啊 实际是很尴尬的 比如说阿富汗塔利班这样的政权 那比北京流氓多了 北京很怕塔利班 在西方国家经常表现出来霸气外泄 经常教训人叫做战狼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毅 在塔利班面前他就很收敛啊 看不到一丝的霸气 所以这张王毅和塔利班的照片就表明了 北京在西方君子国的面前 他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可是真正到了这个流氓的塔利班面前 北京倒是怕得很 倒收敛得很 因为北京知道塔利班比他更流氓 北京怕的就是那个比他更流氓的流氓 假如说孟晚舟被塔利班抓了 那北京敢抓两个塔利班人当人质来换孟晚舟吗 他肯定不敢嘛 因为北京知道加拿大是君子国 对君子国耍流氓不要紧 因为我是流氓我怕谁 但是呢 跟流氓国你要耍流氓 那北京就怕了 所以呢 北京这个流氓国其实还是很尴尬 因为世界上比他更流氓的 比他更大的流氓多的是 他要当流氓国还真是轮不到他 在这个流氓国家的圈子里面的 俄罗斯当然是最大的流氓 大家都怕 因为俄罗斯他不是说是这个流氓 是只是打他嘴炮过个嘴瘾就是了 他是敢动真格的 普京真敢用武力强行就把克里米亚 并入俄罗斯的版图了 他是真敢动手 真敢就是像流氓是什么都不顾 他就真敢动了 可是呢 北京你像武统台湾都喊破嗓子了 就是不敢动一个小指头 所以北京搞来搞去啊 就是一点小打小闹 这种小流氓的行为 真是那种大流氓的行为 北京反而是不敢干的 所以在流氓国的这个圈子里面 大家都认这个俄罗斯是老大 北京在流氓国的圈子里面 还真没地位 10月20号呢 由俄罗斯牵头就主导了一个阿富汗国际问题 这个所谓的国际会议就在莫斯科召开 那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伊朗 其他的中亚国家 一共10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个莫斯科会议 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没参加 那么现在呢 等于是俄罗斯主导阿富汗问题 来表示呢 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呢 俄罗斯就成为这个领导阿富汗事务的大哥了 北京只是一个俄罗斯的小弟而已 由塔利班政权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多名高官率领 那一个庞大的塔利班代表团呢 10月20号就抵达了莫斯科来参加这个 由俄罗斯牵头的阿富汗问题莫斯科国际会议 这也就是表明说呢 塔利班就是任莫斯科任俄罗斯当大哥 北京虽然给了塔利班不少钱 给了不少援助 但是呢 在流氓国的世界里面 他是不认钱的 是认拳头 谁的拳头更大 谁的拳头更狠 他就认谁 其实俄罗斯也不出一分钱 但是呢 塔利班就认俄罗斯是大哥 北京是出了不少钱 但是塔利班根本不认北京 他也不怕北京 所以北京这些钱也就打水漂了 在俄罗斯举行这个阿富汗问题这个会议上呢 塔利班代表就表示说呢 塔利班已经准备好 要和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合作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都是反美的 反美国的国家 不过呢 塔利班认俄罗斯是反美国家的大哥 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小兄弟 因为在流氓国家圈子里面 要不然你就是老大 要不然你什么都不是 在流氓国家圈子里面 当老二那是没地位的 如果是中国在君子国的圈子里面 他还能堂堂正正当一个老二 可是中国偏要投靠到流氓国家圈子里面 结果他就啥都不是了 更重要的是呢 北京还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 不久前北京派出一个最新式的一些军舰 去俄罗斯海森外附近的一个彼得大地湾 搞了一次叫做中俄军 就是海军的军舰联合演习 北京本想和俄罗斯搞一场海军联合演习 拉上这个俄罗斯就会让美国害怕 让自己壮胆 可是没想到北京本想利用俄罗斯给自己壮胆 反而被俄罗斯给利用了 这次呢中俄海军舰队在彼得大地湾 这个联合演习结束之后 中国军队本来应该回国就完了 可是呢中国的舰队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 他就跟着俄罗斯的舰队去绕行日本一周 要挑衅日本 中国舰队就穿越了日本的内海叫做金青海峡 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靠近日本和俄罗斯 有争议的领土北方四岛这个地方 所以呢北京派军舰去穿越日本的金青海峡 等于是北京帮俄罗斯向日本示威挑衅 北京被俄罗斯利用了 日本的新首相岸田文雄上任之后呢 他对北京的态度啊 比前任的首相菅义伟其实缓和了不少 本来是北京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好时机 可是北京却在这个时候呢 跟着俄罗斯来一个军舰环绕日本一周 挑衅日本 白白错过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时机 这就是典型的北京被俄罗斯所利用 尽管北京在经济上不停地向俄罗斯输出利益 给了俄罗斯很多的好处 但是呢 他在军事上还是被俄罗斯利用 更重要的是呢 俄罗斯也不给北京他们最想要的政治支持 现在在台湾问题上唯一公开表态支持北京 支持北京武统台湾的就是北朝鲜 昨天10月22号呢 朝鲜外务省的副相 朴明浩就发表了一个谈话 就谴责美国干涉台湾问题 表示朝方完全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一定要实现主国同意 但是北朝鲜这个支持呢 对北京来说还真是没什么作用 因为朝鲜的国家自己都搞不好 哪有力量去帮北京搞武统台湾呢 真正有力量帮北京武统台湾的是俄罗斯嘛 所以呢北京就特别希望俄罗斯啊 能够像北朝鲜那样表一个态 来谴责美国支持北京武统台湾 可是俄罗斯偏偏在台湾问题上不表态 甚至还相反表态 10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记者说呢 北京不需要武统台湾 普京说这样的话 等于就是反对北京武统台湾嘛 至少是给北京武统台湾泼冷水 就让北京感到老大的不高兴 更有甚者呢 前天10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一个叫做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会上 他就回答关于外界猜测俄罗斯和中国 会不会军事结盟的问题 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封闭的军事集团 也没有建立俄中军事同盟的想法 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 也就是说呢 普京是公开表示俄罗斯和北京是不会结成军事同盟的 俄罗斯这个表态就让北京感到非常的尴尬 也感到非常的胆寒 因为北京和美国对抗最大的比气就是有俄罗斯支持我们吗 如果北京和俄罗斯支持有了他和俄罗斯结盟 那中国的经济实力加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这两个加起来就足以构成挑战美国的一个威胁 尽管北京和俄罗斯军事结盟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但是北京也不希望俄罗斯公开放话说是中俄不会结盟 北京是希望俄罗斯来一个战略模糊 就是不表态 他既不说结盟也不说不结盟 只要俄罗斯战略模糊不表态 就会让美国西方国家感到中俄有可能结盟的担忧 就可以增加北京威胁美国的底气 可是普京偏偏把这个战略模糊变成一个战略清晰 他公开说俄罗斯和北京不会军事结盟 这样就让北京对抗美国的底气少了一大半 就让北京感到非常的尴尬 昨天10月22号 记者问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中俄不会建立军事联盟 有什么评论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说 中俄两国不是盟友 甚是盟友 这个回答就让人感到太搞笑了一点 也表现出来北京是极度的尴尬 这就像北京想跟俄罗斯结婚 但是俄罗斯不同意结婚 于是北京就说 我们两人不是夫妻 甚是夫妻 总而言之 北京就想在世界上当一个流氓国 这个算盘真是给打错了 北京本以为我是流氓 我怕谁 但北京这个流氓 他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是个小流氓 还不是大流氓 碰上俄罗斯这样真正的大流氓 他又怕得半死 一点都不敢惹俄罗斯 那么碰上塔利班这样比北京更流氓的流氓 北京也很害怕根本也搞不定塔利班 说实话呢 中国人的民族性啊 还真是缺少那个流氓那种敢打敢杀的基因 所以中国想在世界上当一个流氓国还真是不太当得成的 中国人和美国这样的君子国做个生意赚钱发财 那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现在北京非要选择要和美国对抗 他还以为我是流氓 我怕谁 结果呢 被美国踢出这个君子国的圈子 北京之后跑到流氓国的圈子里去混 那么在流氓国的圈子里面 要不然你就是老大 要不然你什么都不是 北京试图在流氓国的圈子里面当老二 那根本没他的地位 你老二就是什么都不是 本来呢 中国在美国为首的君子国的圈子里面 他还能堂堂正正当一个老二 还是被大家可以认可的 所以呢 在过去在中国在美国这个君子国圈子里面事情呢 他还不停的说我是老二 还可以说中国崛起了 可是现在北京被美国踢出这个君子国的圈子 他要到流氓国的圈子里面混 结果呢 跑到流氓国的圈子里面呢 北京什么都不是 因为北京根本不敢对俄罗斯喊说中国崛起 你敢和俄罗斯说我们崛起了吗 所以北京在流氓国的圈子里面啊 还是什么地位都没有 而且经常还要战战兢兢看老大俄罗斯的脸色 所以这何必呢 所以真可以说北京选错了道路 不去当君子国偏要当流氓国 但是呢 中国还真是这个流氓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